在20世紀以來 尤其是Reagan之後 共和黨的内閣成員 越來越不像樣 都是直接的資本代表 反而是民主黨偶爾還可以選出 比較正直的終極官僚 什麼叫終極官僚呢 就譬如說現在拜登 拜登自己貪腐得不得了 然後他搞的 烏克蘭戰中的這個案子 就是福利自己的大財團 犧牲自己的盟友 也部分犧牲自己的民眾 當然他又用財政法案來補償自己的民眾 所以真正吃虧的主要是歐洲跟東亞的盟友 但是在你如果只看官僚體系的治理方面 他選了一個SEC的總裁 就是證券交易會的總裁 這是40年來最好的 因為他真正想要去好好的 去整頓一下紀律 做好的監管 比中國的證券管理委員會要好多了 另外一個Consumer Protection Agency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也是換了一個肯幹 願意好好監管企業的一個主管 就是民主黨的話 你可以希望他們偶爾會選出一個 稱職的有理想的終極官僚 但是呢 在過去這幾十年 我對共和黨的選擇一直是很期望的 因為幾乎每一個都是資本財團的代表 比如說上一任特朗普 他手底下的那個FCC 就是美國通訊 民邦通訊管理局 通訊傳播委員會 這個人純粹就是Verizon的雇員 Verizon是美國最大的那個手機 電信公司 對 然後我們大家也知道像波音的話 那個當初他們安全部門的主管 就是波音派去 所以在搞出那個波音墜機的事件 就是那個FAA的分管安全的那個主管 但是這次選擇Vence我覺得是幾十年來 我看到共和黨挑人 挑的最好 為什麼呢 因為 Vence 他背後有沒有財團 有 我剛剛 我大概半個小時前提到 美國 大概在十幾二十年前 一連串的這個選舉現金法的改革之後 Billionaire 億萬富豪可以很簡單的無限支持政客 那這樣一來呢 第一個效應就是你選舉花錢呢 比四十年前要高出百倍 第二個呢 就是以往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呢 或者甚至九十年代呢 你一個政客還可以靠黨的系統 爬起來以後爬到高位以後再代價而顧 然後呢 這個富豪要收買政客勢力呢 是必須要通過 黨的這個組織 來逐步間接的收購 但是呢 你一旦競選變成 比以前貴一百倍的時候呢 你這時候就必須要直接跟他們拿錢 所以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世代 過去這二十年 新興的美國的政客呢 基本上背後 都站著一個 億萬富豪 我舉一個例子 放手底下的那個 Secretary of State 第一任 Tillerson Tillerson他就是 ExxonMobil的人 沒有錯 石油大升啊 後來換了一個比更年輕的 麥克·蓬佩奧 麥克·蓬佩奧的背後是誰呢 是Colk Brothers 柯克兄弟 沒錯 那為什麼 麥克·蓬佩奧這一次沒有出來呢 因為柯克兄弟死了一個 另外一個的健康 所以2024年就沒有出來搞事了 嗯 那這個 Vance能夠跳出來 當然背後也有人 要不然他根本沒辦法選參議員 嗯 他背後的人是誰呢 Till Till Peter Peter Till Till是Musk的朋友 也是PayPal 嗯 出來 PayPal養出了好幾個 創辦人之一啦 對 創辦人之一 根本不想進這個俱樂部 Twitter的話呢 川普的優勢不會有這麼大 嗯 嗯 OK 但是呢 一個就是像Vance跟Georgia Maloney Georgia Maloney是現在的義大利的總理 他出身羅馬的平民區 啊 這種出身清貧的人 你要嘛 就是知道民生疾苦 所以會有理想 嗯 會知道階級的 的問題 現在這個貧富不均的問題 他們會想要去解決 另外一個就是 啊 我知道貧富不均 所以我要趕快加入 呃 財團 財法的那一方 啊 這個典型的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Mike Pompeo Mike Pompeo也是 也是啊 下中產階級出身 嗯 那 從他目前的言行來看 那他是類似Meloney那樣的 是關心人 呃 底層民眾疾苦的 所以呢 這尤其在共和黨 非常的少見 所以我認為 尤其是 啊 川普到2028年沒辦法選總統 所以 現在的這個Vice Person 在未來四年沒有什麼作用 嗯 但是呢 在2028年 如果是Vance出來接受 選總統的時候 意義就非常的大 嗯 就是第一個 他不是監製派 嗯 第二個 他的政治主張類似川普 而比較 呃 Sensible 比較溫和 OK 比較合理 比較理性合理 因為他 呃 人智商很高 第三個 就是 他已經寫過書 嗯 來呃 立正 說我在乎 貧富不均 嗯 我在乎 貧民的疾苦 所以呢 這個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呃 那 你如果在乎美國 底層百姓的疾苦的時候 你就不會在全世界到處挑起戰火 嗯 因為這種事情只是圖利財法 除了全世界的民眾都會輸掉以外 美國的底層民眾也沒有好處可以了對不對 啊 所以 呃 如果他能夠堅持這種理想的話呢 他這個 川普 上台跟拜登最大的差別就是他不會再到處點火 為什麼我說這是最大的影響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做台灣的節目 所以台灣就剛好是烏克蘭之後的下一個熱點 對不對 所以 我常常覺得你們 台灣的媒體跟民眾呢 一天到晚都在以統獨為核心來吵這個政治的政治議題 我覺得是很無聊的事情 你看像賴清德這位台獨的 呃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嗯 他 如果美國人不讓他台獨 他敢不敢宣布台獨 不敢 現在就是這樣子 因為美國人不准他台獨 那像侯友宜啦 或者其他的 呃 其他的國民黨的那些人 啊 你說他們是統派 好 但是如果美國國務院給他們一通電話 叫他們明天宣布台獨 他敢不敢說服 不敢說服 絕對 對不對 你一樣都是為美國人的話是從 那你這個 你們在那邊為了統獨 真正二三十年有什麼意思 我就覺得很可笑 那 所以你要釜底抽薪 真正的要解決台海衝突的危機呢 就是要從 美國的總統是不是有意願 製造一場 軍事衝突 吳克蘭式的軍事衝突 這個軍事衝突 並不代表美國要直接插手 美國在烏克蘭也沒有插手 是捧了一個炮灰在前面 他在台灣應該也是同類的打算 但是呢 特朗普跟拜登最大的差別就在於 特朗普不在乎這些計畫 他也不在乎那些什麼 人權啊 或者是 或者是 其他的那些白左啊 那個什麼 什麼 性別啊 這些問題 所以呢 你 建制派這幾十年 所創造的那些敘事 能夠成功當選的話呢 台灣就基本上在未來的十二年 完全的安全了 那對這一場選舉 包括對選擇Vence 很可能保障了 台海戰事在未來十二年不會發生 那十二年之後 中美的那個國力的差別 應該已經完全扭轉 到時候你再換一個建制派的總統上來 也不敢再搞什麼事情 OK 所以 我們現在 討論這個美國的選情 我認為 對台灣的民眾意義特別重大 大家沒有注意到 但是事實上你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就完全在特朗普的一念之間 因為他選擇了Vence Vence這個人是會繼承他的政策的 而且是很有聰明才智的 他競選的勝算是大於五成的 那因為這個選擇 台灣人的生命財產的預期值 Expectation Value 往上提升了一個相當的程度 那你們過去30年那邊炒來炒去的統獨問題 反而都是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浪費了無限的精力跟口水跟金錢 當然是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 那 我想 我再順便提一下 除了特朗普在國際政策上的扭轉 就是他會放棄這些尼爾康 吸引保守主義者到處放火 挑起戰士的這個政策之外呢 他面向國內 我會有什麼預期呢 第一個 你必須要注意 這一次他從來 比起八年前有幾個大的差別 八年前他上台的時候兩手空空 完全沒有團隊 現在他是帶著一個完整的團隊 OK 這些完整的團隊大部分都是認同他的政策 而這個政策呢 主要抱怨的是貧富不均 尤其是藍領階級的貧富不均 所以呢 譬如說同樣他會對中國搞貿易制裁 同樣搞去全球化 同樣會搞重新工業化 但是他的重點 就不會只放在民主黨搞的那些高科技上面 尤其是新能源 特朗普沒有背後的財團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財團 但是美國的四大財團 財團行業 分別是能源、軍工、金融跟醫療保健 特朗普同情能源就是石油 所以他 我剛剛提到他曾經顧過ExxonMobil的人 他對軍工 就沒有什麼感覺 他的上一任的內閣呢 每一個都是因為他沒有團隊 所以都是共和黨推薦 唯一一個他自己選的就是國防部長 OK 就是MATIS 那個時候是他選的一個 直接從軍方身上來的將軍 沒錯 然後他那個時候金融也是接受了華爾街 那個是Mnuchin Mnuchin是華爾街的 對 財政部長 這一次他有他自己的團隊了 就不需要接受這些經過共和黨 那個共和黨系統篩進來的那個財團 但是 但是他原本就同情這些石油企業 他原本就跟他們 對他們的印象好 所以呢 他會繼續保持支持能源產業的政策 然後呢 他的那個再工業計畫會著重於低層的工業 就是那種藍領階級的 因為那是他的支持者 OK 那另外一個 就是他的 兩個月前 有好幾個華爾街的 對沖基金的 億萬富豪 公開宣布 轉而支持創 就是他們在八年前是支持民主黨 四年前也是支持民主黨 但是這一次支持創 這就是因為這些人都是聰明人 OK 他們兩三個月前 就已經看出川普一定會贏 那你知道那個銀行家 跟其他的這些建制派的人的差別就在於 銀行家第一個反應是買低賣高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如果是 如果是普通的政客或者是娛樂界或者是新聞界的人 就會想要抵抗 第一個反應是抵抗 所以你才會有主流媒體那些莫名其妙的報導 但是呢 銀行家一看苗頭不對呢 第一個就是先跳車 OK 所以他們已經跳車跳去了 他們跳車之後會不會有結果呢 我認為是會有一些結果 就是這一次川普的這個財政部的選擇 這樣的選擇 很可能還是會從行內人裡面選出來 但是呢 跟八年前相比 還有另外一個也跳車的團隊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注意到 昨天在這個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面 有一個幾十年來 甚至一百年來都沒有出現過的人物 你猜猜是誰 誰 你沒有注意啊 Timster的President 知道Timster是什麼嗎 美國最大的藍領階級工會 OKOK 好的 這我做 美國最大藍領階級工會 Timster的總裁 對 跑到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去 宣布支持川普 你說這個 離不離譜 過去這一百年來 從一百年前的工會運動興起 到現在 基本上工會都被認為是民主黨建制派的囊主 沒錯 沒錯 OK 當然 它並不是全美最大的工會 我說它是全美最大的藍領階級工會 就是勞工工會 OK 那全美最大的工會是什麼呢 是一個白領階級的工會 就是教師工 嗯 那這個教師工會呢 當然是偏白鎖的 所以他們還是在民主黨那邊 但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次創 它這個 真正建立了自己的團隊 這個團隊呢 除了 四大行業中的兩個 就是 能源跟金融之外呢 還有底層南領勞工的權力支持 而且是跳車式的支持 OK 那至於軍工跟醫療 我就希望他們能夠咬著牙忍四年 看看能不能有 在2028年有翻盤的機會